美国鼓励中国人当CIA间谍 阿富汗线人都无法保证活着到美国了 中国人更有机会 只有张献毅是例外啦 CIA要吸收中国人当线人间谍 号称帮中国民主化 但美国推行民主对日本用核武屠杀 大轰炸前进高棉 对越南用成计化武 又支持以色列种族灭绝屠杀加萨 对照台美人痛批华裔为钱当间谍 难道用民主屠杀平民妇女儿童就无罪吗 就像以色列面对只是质疑他们种族灭绝 屠杀加萨 以色列国防部长宣称 如果加萨人民可以自行杀死哈马斯的领导人 就能加快结束以色列的攻击 这种合理化屠杀平民的逻辑 就是美国与以色列一项秉持的 全人类都明白 以色列用屠杀高达4万平民妇女小孩 谋杀在地报导战事记者常态攻击医院 联合国机构的方式去督促加萨 推翻哈马斯 然后美国支持以色列无底线 美式民主杀人比专制更有效率 这种民主难道有人权吗 所以台美人写一篇 鼓励儿子当间谍母亲教育 赢争议刚好可以拿来跟CIA招募各国间谍做对比 我们先谈CIA的线人间谍招募 首先 根据彭博资讯2日报导 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正在加强吸收中国公民线人的行动 试图利用美国官员所称的 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 越来越不满的情绪 CIA副局长柯恩 David Cohen 受访时表示 他们也明白 可以透过跟我们合作这条路来帮助自己的国家 美国用透过跟我们合作这条路来帮助自己的国家来合理化相关行为是其次 但当美国线人间谍 就会得到美国的安全保障吗 从美国仓促逃离阿富汗的历史经验来看 根据纽约时报2021年10月5日报导 美国未兑现的承诺和阿富汗未知的命运 and unceremonious end and a shrouded beginning 最后一批美国军用飞机离开了阿富汗 留下了至少10万 因与美国人合作而有资格在美国重新安置的阿富汗人 在阿富汗的这10万线人间谍 当然不可能全数被美国盟友避难行动 B.Operation Allies Refuge所完全拯救 在2021年7月15日白宫宣布盟友避难行动 月底撤离阿富汗 美军线人报道中 当时美国宣布将撤离美军 外媒估计 约有18000名曾担任美国口议员 比议员 司机的阿富汗人已申请签证 那其中差额8万多人呢 所以 如果当CIA在中国的线人间谍 若有一天出事了 美国人真的会救你 没有知识 也要上网看电视 再怎么白痴 而想当美国线人间谍的人 总该看过Mission Impossible的著名台词吧 你或你的成员被抓或被杀 对于你们的行为 我们将一概予以否认 Should You are any member of your I am forced to be cut or killed The secretary will disaffour Any knowledge of your action 美国 在阿富汗的10万线人 根本不可能全部被承认 换言之 在中国的美国线人间谍 就是美国人在中国的工具 除非你有极高价值 否则很难不被放弃 例如台湾最著名的CIA间谍张献毅 他搞垮良奖搞的核武计划后 流亡美国 彻底毁灭台湾的核武狂人梦 那对美国才有价值 其次 就算美国的CIA线人间谍 在东窗事发后 能顺利逃亡美国 真的有办法安稳度过余生吗 能保证不被歧视吗 新冠肺炎期间 屡屡传出要一倍殴打的案件 就算你是反共到极点 只要是黑头发黄皮肤 管你是日裔含义 乃至台美人 美国的种族歧视 要打就打 才不管你脑里想什么 另一方面 美国社会也不会无条件 放开胸怀接纳你 许多移民及其后裔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到美国 也有可能被种族歧视后 而不再认同美国 就像川普此次总统大选辩论 针对移民吃狗吃猫的攻击 或是英国2024年7月30日 至8月7日期间 青少年持刀袭击女童 被在网上散播图为穆斯林 非法移民的虚假资讯 继而导致当地爆发骚乱 并蔓延至全国多个地区 现在美国那么痛恨中国 谁能保证发生什么意外后 不会拿亚裔当地最高羊 现成的例子就发生在最近 2024年7月13日 川普第一次被暗杀时 美国纽约邮报立即报导枪手为华语 Identified as a trancement 我们也没看到台美人 有用社论痛批媒体乱报 总之当美国的线人间谍 一来出事后 未必能被美国救助 二来就算到了美国 也未必能豁免被歧视 接下来 我们来看台美人世界日报 鼓励儿子当间谍 母亲教育引争议 大作社论提到 其中一名被告的母亲 教唆儿子刺探军情 将来退役后也许能回中国 在政府中谋职 待遇会很好 最后痛批再度重击 华裔移民形象 中国间谍风声鹤唳 多少影响华人的聘用 升迁等机会 如无法真心认同美国 就应回母国发展 千万别成破坏600万华裔 在美国艰辛发展过程中的老鼠是 云云 其实在中国间谍风声鹤唳之前 有许多华裔认同美国 然后从军 结果得不到想要的尊重 反而被活活打死 我以前写过一篇 美国人真的只是单纯的种族仇恨而已 提到2013年 华世就报道两位华裔美军的例子 陈雨辉 2011年10月3号 他在阿富汗服役时 被人发现下巴中枪 倒在港少庭 表面上看起来 陈雨辉是自尽 但真相其实是 陈雨辉不堪军中同袍领虐而死 而他并不是唯一的案例 就在同一年4月 华裔众议员赵美新的外甥 廖紫园也在军中自尽身亡 家人本以为廖紫园是战死沙场 完全没想到 他是因为战绍时打瞌睡 被学长抓到 遭到极为残忍的处罚 据调查 廖紫园除了被毒打 嘴巴里还被塞进沙石 整整霸凌三个多小时 另外有一位墨西哥裔移民后代 Fernanda被美军同僚分尸 他从小就立志加入美军 希望 及此得到更多社会尊重 还有世界日报2023年3月7日报导 18岁的普拉扎 Nathalie Plaza 以及21岁的费南德兹 Elijah Fernandez 攻击44岁菲律宾医母亲Cisa Lai 以及24岁儿子Kai Lai 母亲反复被含丑陋的亚裔 以及丑陋的亚裔子 Ugulation BTCH 而Kai Lai是美国的退伍军人 妄图及此得到更多社会尊重的华裔从军者 如果在军队被种族歧视被打死 移民美国的后代或受害者亲人 因此对美国不认同 按照台美人的看法 无法真心认同美国 就因回母国发展 难道被歧视或被攻击打死之后 怀疑美国价值 也必须无条件继续 认同美国的种族歧视价值哦 台美人更不应该双重标准 既然美国可以招募中国线人间谍 华裔因为任何原因去当线人间谍 不也是美国与中国间的正常交往 Black Jackerlin 24年10月6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与党 宁判建议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党 注意力量更新的行李兰 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党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党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